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猪头 我今天在散装心理学跟各位聊一聊 这个题目叫莫论国事 莫论国事是老子很有名的一个小说 然后也演成了一个舞台剧 话剧 所以这个大概中国大陆人都很熟悉 莫论国事是清朝末年的人 那个是刚好到民国初年 这个时代中国是动乱的 非常动乱 大家还不晓得新的中华民国会是什么样 民国跟这个清政府是有什么差异 所以那个时候在茶馆里面 大家都在谈论国事 所以那个剧的名字叫莫论国事 就是说公众场所里面不要谈国事 可是这个东西人是政治动物 所以难免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就会三家村夜化 那我因为前几天夜化的一些耳闻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前几天就是2020年的那个总统大选 还有立委大选 还有政党的选择 揭晓了 这个蔡英文总统高票 超高票当选 简直就是万众所归 可是很奇怪 他当这个这么高票 超高票当选之后 可是全民没有欢呼 也没有 那个非常 那个普天同庆都没有 相反的 我看到满 满马路上的人都是满面愁容 好像惶惶不可终日 仿佛马上中共就要登陆了样子的 马上就要发动战争的样子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想 这个为什么大家一下子就是陷入这个 那个深度忧郁症呢 叫集体忧郁症候群 现在很多人是 以猪头我来讲的话 早在选举前面 那个媒体在那边互相 这个谩骂炒作的时候 我早就早就不看这些争论节目了 我连综艺节目 争论节目比综艺节目还烂 综艺节目已经够烂了 完全没有知识 也完全没有那个 像以我这种三无人缘 没有学识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的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人家谈 还有一个我还没有肌肉了 现在有肌肉的人也能够讲 也能够讲话 也能够左右一些 一些那个蛊惑一些 那个stupid people 那个foolish people 看肌肉讲话 这也是台湾的奇观之一 下一次大家 如果想要发表一些言论的话 第一个练肌肉 第二个去纹身 这两个都会增加 都会给你加分 不是你加分 是给你加分 现在这个台湾的政坛就是这样 以后要参政 大家想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三家春夜话 这三个人 通通都是爱国人士 那个 为什么会说 集体忧郁正后群呢 因为好像有一首老歌 书头还记得有一首老歌叫做 我们国父 首创革命 革命 拉拉拉 推翻了满清 创进了民国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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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 初见国事如麻 国事如麻 所以莫谈国事 真的是国事如麻 这三个 我们这三家春夜话 其中有一个是 海军退役的一个 一个高级军官 因为我是 猪头只能当小兵 所以没有什么资格 就听听他发表高论 他说这个 他们以前常常有海战 都大胜 一挂击中 获得大胜 他说 其实扪心自问 那个时候中共没有海军 中国大陆没有海军 那中国大陆唯一的几艘船 不是苏联送他们的炮艇 就是国民党投诚过去的一些军舰 等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同一个出身背景的人互相打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 台湾是占了军舰的绝对优势 所以常常可以1比6 可以把人家集成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的那个炮艇也非常的勇敢 中国大陆是向来都是以那个人海战术 人民不值钱的那种打法 这个拼命三郎打法 不管是在那个韩战 还是在中国大陆淮海战役 那个百万雄狮过大疆死了不到多少 还一江山等等 都是死伤 死伤的钱 好像人民不值钱的味道 那这位先生他讲说 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的船舰的数量 跟等级是不是跟中共能够批敌呢 那结果有一个人讲的 很妙 他说 以前他们是用那个狼群式的打法 就是那些炮艇 不怕死的穿梭在你的军舰旁边 拼命的还有鱼雷快艇 拼命的给你放这些 那个用炮击 还有鱼雷 主要是鱼雷 他虽然被你集成了几艘 可是他有一个鱼雷打到你的话 你这个大船你就完蛋 那那个三家村嘛 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讲说 那这样子我们国 这个国建国造有什么意义呢 自己再去造大船来得及吗 直接买嘛 自己造个什么东西 直接买 人家不卖给你好的船呢 因为你 因为国会啊 什么种种原因 他不卖给你好的船呢 而且你有钱也买不到 你就算有钱你买到了 就买了拉法业 拉法业那个引擎蜂命案 大家还多记得吗 记忆犹新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这些哎呀 真的是 一值三探了 那正在讲说 这样子我们要攻守异位了 以后我们不要去造那个大军舰了 那个大军舰 那个小码头还停不进来 而且等一下一个鱼雷也爆销了 怎么怎么样 很危险 我们应该要化枕为零啊 专门做一些小炮艇 就像中共以前对付 对付那个台湾的海军一样 用那些小炮艇 小的鱼雷快艇 那鱼雷快艇 一艘鱼雷快艇上面 就只能载几个鱼雷 然后很少的船员 就算被集成的话 也不会死伤几个人 各位数字 甚至于死会数字都不一样 因为他那个 那种船就是非常浅的 没有什么 不需要到轮机机舱里面 那种概念 他就像一个炮艇一样 所以他当那个 如果说船被 他的船被集成了 所有人都可以跳水 如果有救生圈 或者有救生衣的话 可能还可以逃生 那 就其中有一个 三家村里面 有一个人就这样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攻守异位啊 应该要应该要这个 我们现在应该要 制造大量的炮艇 然后 然后用那个 用那个狼群战术 对付中共 因为他有 他有两艘嘛 一艘叫辽宁号 一艘叫 叫做山东号的 两艘航母嘛 然后另外还有很多 各级的军舰嘛 现在我们应该用 用以其人之道 环治其人之身 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要再去花大钱 造很多军舰 似乎不 不合算 结果 猪头就会问他 好像那个 汉高祖刘邦 曾经写过一首诗 叫大风歌 叫做 大风起息 云飞扬 安得勇士兮 守四方 现在我们的国军里面 有多少勇士们 大概在50年前 那个美国 好莱坞 有一个电视剧 叫做Combat Combat 那个勇士们 翻译成勇士们 猪头小的时候 非常喜欢看这个 猪头的邻居 还有那些 所有的 那个当时的童年的人 通通都看那个长大的 知道怎么样子 单兵攻击是怎么样 班攻击是怎样 排攻击是怎么样 联攻击是怎么样 战争是怎么样 那因为那个时候 出目所及 这个台湾到处都是军人 现在军人 变成稀有动物了 所以安得勇士兮 打打打打打 那少 那还有几个人敢说 如果中共打过来的话 要跨越我的尸体 前进 有几个人敢讲这个话 不要说是 不要说是那个退伍军人了 或者除役军人了 就是现役军人 有几个人敢讲这个话 舍我其谁 国家兴亡 由我来担当 我就恨 就恨这一生 只能牺牲一次 不能牺牲两次 像诸如此类的 豪情壮语 我好像都没有听过 至少三家村 这三个老朽老废物 都没有人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这个就是最近 2020年选举完之后 三家村夜话 我耳闻的 不小心听到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谢谢 请大家注意 那么你不管是谁 现在的忧郁症 是非常之严重的 不管你有没有钱 你身体强不强壮 以前的忧郁症的人 有一个特色 就是太阳穴凹陷 然后人很甘瘦 因为他每天胡思乱想 他这个不劳动 不流汗 可是现在的人 好像也有一些人 上了健身房之后 还得忧郁症 还是猛抽烟 各种还甚至于吸毒 那那个精神科医生 一开药 都是开了一些什么 这个药 那个药 那些药名 这个你都会备了 可是那些药 全部吃下去 你变成一个药罐子 这个人还有用吗 那个根据优生学来讲的话 你看看中国 中国人有规定说 天宇不能行房 在照咖不能行房 什么不能行房 那个初一十五不能行房 神明生日不能行房 好多日子都不能行房 其实那些都是迷信 唯一的一个正性的 医生告诉你说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吃药的时候 不要交配 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药会在 你的身体里面残留 然后可能会透过精液 或者体液传到对方 使对方受孕的时候 那个孩子会有 那个胚胎会有不良的药物反应 终身受害 这个才是科技的 才是正道 那至于说那些忧郁症患者 他要吃那么多药 我要干什么 我实在是很费解的 为什么不能多出来运动 劳动流汗 这样子的话 那个忧郁症难道不能缓解吗 难道猪头不知道 脑袋里面还有一种 叫脑肥的东西吗 关于脑肥 那个讲起来才太长了 猪头没有学士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所以那个就不讲了 我直接看了 满街满巷的人 都是重度忧郁症患者的样子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无土无民 大家振作吧 以上猪头跟各位分享 谢谢